哦,躺在那边的时候,喉咙的总是用了轰鸣声的 我看到,尼亚家的大瀑布,还远站了,离那个大瀑布远站了,在大瀑布的上游啊 人家开着那个摩托艇啊,哗哗哗哗,摩托艇开的时候 那摩托艇开的时候有时候会飞起来嘛,飞起来就离开了水面了 离开水面的时候,听到的是风声,哗哗哗哗的风声 但是那个摩托艇接触水面的时候,是隆隆隆地地下的声音 隆隆地下的声音,地下的声音是什么呢? 就那个机械上去,机械上去往地里走的时候 往地里走的时候,那个链条相当一样,链条发出来的声音 链条发出来的声音,不是传过来 所以呢,这里面有三种声音,是有喉咙里三种声音在切换 三种声音,一种声音是摩托艇接触水面的时候 接触水面的声音,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呢,是飞起来的四口的风声,飞起来的空气摩托的声音 第三种呢,是水下传来的那个链条 就是那个传统的链条的声音 所以呢,这三种声音呢,搅合在一块,是这么一回事 好,知道了,好,再见 再见